周日,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占领区向东西北翼进行进攻 同时,乌军将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抽调的预备队投入使用 在马来亚洛克尼地区的苏甲利格夫高速公路上 乌克兰武装部队继续向高速路推进 俄罗斯军队处于防御的位置 俄军突击队在马来亚洛克纳村和邻近的两个村庄 形成了环形的防御攻势 当天,在格鲁斯科夫斯基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顽强地突破了科马罗夫卡定居点 在科雷内沃地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突击部队正在集结 准备在奥尔格夫卡和克列米亚纳之间的突出部发动攻击 遭到了俄空天军的空袭 当天,科雷内沃、克拉斯努克地亚、波尔斯基和科马罗夫卡地区的激烈冲突仍在持续 据一些报道称 在苏甲以南 俄罗斯军队已经清除了波尔基存 并继续清除乌拉诺克存 这些行动消除了乌军向别利奇和吉利亚推进的这种危险的可能性 也有助于释放乌军控制的东南部区域 周日,在乌军控制区的中部 乌军正试图绕过克雷内沃继续袭击奥尔格夫防御的俄海军陆战810旅作战的部队 双方正在激战 目前,在乌军的这些控制区内紧张的局势继续加剧 据最新的消息,乌克兰方面正在苏泽姆斯基、谢夫斯基和廖木托夫斯基作战方向 组建了多个机械化迎战主群 这些部队由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41和第54机械化旅组成 乌军人数约为1500人至2000人左右 装备了60至90件的西方和北约的装备 这些集群将参与乌军的第二突击梯队 与此同时,作为预备队的三个摩托化步兵营的战术群 也激动到杨博尔、奥尔、洛夫卡和别利查的后方定居点集结 俄罗斯军事专家强调 乌军在这个方向上的企图目标建决 即突破塞夫河河床 作战深度能够达到20至35公里 随后巩固苏泽姆卡、塞夫斯克和霍料托夫卡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定居点 如果乌军实现作战的决心 将使乌克兰军队能够封锁或者是切断重要交通枢纽 A14238K040高速路 该枢纽提供了库尔斯克地区 雷尔斯基区俄罗斯军队防御区的总后勤能力的约35% 俄罗斯专家表示目前核乌两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已经转入阵地战、气豪战的这种潜债的态势 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两军在库尔斯克的作战的方向 主要是三个方向 苏甲方向以及库尔斯克被乌军控制区的中端的被俄军分割两翼的这些地区 我们也是在库尔斯克前线继续关注着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上的军事的发展 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阿拉曼·弗拉特在库尔斯克的报道